谁来救救这条美人鱼 就在刚刚 被人用无线网给打捞了上来 老头急忙拉下开关 把美人鱼放了下来 心想这回准能成为富二代 可美人鱼也不是吃饭长大的 看准机会 一个神龙摆尾 把箱子踢向两人 随后就向大海爬去 马上就要成功时 老头却一板腐砸向美人鱼 接着哭吃一脚 美人鱼疼得飙出了海豚音 吃痛的美人鱼想反抗 结果又是当头一棒 然后被老头缠上手臂 就当他在绑另一边时 人鱼跳进了海里 还把老头的同伴拽了下去 老头赶紧拿起A4 扭扭两下 成功地打中队友 这让他十分愤怒 马上把五仙王撒了下去 捞上了美人鱼 就对他疯狂地嘶吼 并高高地叼了起来 然后拿起9块9的板斧 哭吃一下砍了下去 疼得人鱼撕心裂肺 接着又是一下 几斧头下去 人鱼光当叼在了地上 看着砍掉的尾巴 女孩彻底绝望 他没想到人类是种凶残的动物 仅仅为了几个W 就如此丧心病狂 很快他被当成海鲜 扔进了船舱里 只等他的尾巴再次长出 就可以继续砍掉 卖更多的money 而这时 一个叫坏人的坏人出现 结束了老头的生命 美人鱼以为获救了 没想到要受到更多的磨难 可怜的美人鱼被砍掉尾巴 又被坏人抓去做研究 由于不在水里 美人鱼竟然长出了双腿 可并不会使用它 只能借助于轮椅行走 这天一个医生来看望女孩时 他突然抓过女人的项链 哭哧哭哧的糟了起来 医生懵了 女孩也略显尴尬 原来他以为这是海胆 之后他用手语告诉几人 自己的身世 所有人不当不当回事 还礼貌了回应女孩 不幸的是 这一幕正好被坏人看到 晚上坏人带着坏人闯了进来 很快走到女孩的床边 掀开她的被子后 拿着电棍一顿吐吐 女孩被电得晕了过去 随后把昏厥的女孩拽下了床 半路上 女孩虽然不停地扭动身体 却也无法挣脱绳索 最终女孩被关进了小黑屋 这时一个女人跟了过来 被坏人发现 坏人扇心大发 说女孩正等着她 看着幽暗的楼梯 女孩还是大着胆子走了下去 而坏人立刻关上门 露出诡异的表情 这时她听到有求救的声音 女孩往里面看去 被吓得差点去了西北 这时她发现了一个地下暗门 没有犹豫 就钻了下去 突然一条疯狗猫了出来 等女人发现 已经为时已晚 而整个过程 都被坏人尽收眼底 之后的日子 女孩学习用腿走路 终于等到了时机成熟 她打破窗户 逃了出去 他们来到一处臭水沟里 见到水的女孩 站在水里享受了起来 过了四天两夜后 美人鱼重新长出了尾巴 这条美人鱼太可怜了 河水已经喝光 眼看人鱼要成咸鱼 她只能往前爬去 坐上了轮椅 突然一辆车子窗了过来 此人正是坏人 所有人都哑骂呆住了 坏人知道事情已经白楼 决定要灭掉火口 众人健壮 都害怕地躲了起来 可没想到的是 坏人实在是太坏了 一枪就解决了一个 就这样开始疯狂地屠杀起来 对着窗帘后的女人们 一顿吐吐 这是一个幸运的女人上厕所 坏人想也没想 一起松去了西北 随后坏人打算把美人鱼转移走 而人鱼发起了反击 大嘴一张 喷了坏人一身黑 他好奇地舔了一口 还有点肌肉味 接着来到海边 用钩子把美人鱼挂了起来 拿出电锯准备解剖研究一下 就在这时好心的医生赶来 用枪解救了人鱼 随后美人鱼以其余之道 还之其人之身 游进海里 突然坏人醒了过来 哭吃把一个女人打进水里 接着第二个 危急时刻 美人鱼又反了回来 用尾巴紧紧缠住坏人 才救下几人 天亮后他们做了道别 人鱼艰难地朝海边爬去 最终回到了大海里 影片堕落人鱼 渔夫为了money残杀美人鱼 换人为了成就 用女孩做实验 人性的贪婪一览无余 他们对生命没有任何尊重 而生活中 也同样上演着这样的事情 人鱼被海水烫了脚 他摆动比尾巴还大的尾巴 浮出了水面 张开挖塞的樱桃小嘴 锁骨中间的洞一开一合 立刻发出了动听的歌声 船上的小鸽见状 瞬间迈不动腿 这美人鱼可不是一般的鱼 他曾经用蛊惑人心的歌声 捕获了十万个老头 正准备今晚吃个锅包肉 可他还是太嫩了 就在刚刚 小哥用鱼钩刺破脚趾 然后把鲜血撒进海里 很显然小哥是个钓鱼高手 而此时的美人鱼 透过卡兹兰大眼睛 已经看出年纪轻轻的小哥 垂眼于自己美丽的容颜 而那些人类 最后都会成为 他饭后的小零食 没一会儿 被美人鱼歌声迷惑的男人 便表情呆滞 情不自禁地向他伸出咸猪手 人鱼见状也伸手回应 不出意外的 结果 昏迷中的美人鱼 被小哥拖上了鱼船 接着哭吃一下 彻底解决了他 一分钟后 小哥打开冰冷的锅盖 赫然出现一锅酸甜的水煮鱼 先盛出小番茄 再捞出一块纯鱼的鱼骨头 端到餐桌上 剩下的半条鱼尾 留着明年做酸菜鱼 随后小哥拿出 八手新的收音机 然后再带上助听器 一切准备完毕 开始一口拉飞 一口鱼肉的糟了起来 没人遇到死也没想到 自己遇到了龙的传人 女人抱着电线杆一动不动 老六忍不住好奇上前查看 结果直接吓尿了 女人居然早已死掉 然而诡异的是 她的双腿布满了郁青 说不定女人死前 就保持了这种姿势 懵逼的安娜有点懵逼 随后她开了眼路灯 猛然想起昨晚雷电交加 莫不是小姐姐太过得瑟 搂着电线杆秀恩爱 结果雷公电母看不下去了 毕竟电机导致的肌肉收缩 才有可能形成这种现象 几人使出吃爷爷的力气 才将尸体抬了下来 但奇怪的是 女人的手臂根本没有灼烧的痕迹 电线杆也没有雷劈中的迹象 就在波波勒一脸懵逼时 只好突然发现 女人的风里手机居然没有电话卡 就连包包也是崭新的 里面什么都没有 这种种迹象表明 女人很可能是被人谋杀的 根据指纹的对比 波波勒查到了女人的身份 她叫护士 在一家私人医院工作 正当他们准备深入调查时 同样的案件再次发生 这次的死者是一名帅气小伙 他直勾勾地躺在公交站台上 全身僵硬 如同人体雕像一样 法医小心翼翼地把男人翻了过来 背上的余青与凳子完全吻合 这就表明男人死后没有被移动过 可尸体僵硬至少需要12个小时 但根据公交车司机的回忆 两个小时前这里根本没有尸体 凶手的作案手法到底是什么 才能在两小时内让尸体完全僵硬 通过法医检查发现 两名受害者体内都含有安眠药的成分 更奇怪的是 他们的肝脏都有轻微的暗红 法医推断受害者是由于气体中毒 从而导致的窒息死亡 就在陈好花咽区域样本时 突然又收到了一起报案 在市中心街头 一个身穿西装的黑人小哥 被人做成了人体雕像 消息很快引来了媒体疯狂报道 而这已经是本市的第三起案件 根据出租车司机回忆 早上5点半的时候 男人就站在那里 他还以为对方要打车 于是便停了下来 可等了一天 男人依旧保持同样的姿势 波波勒将尸体带回实验室 他们在死者的鞋底发现了一块铅片 这也是男人能够死后站立的原因 可奇怪的是 虽然死者的指甲被修剪过 但风心里却依旧很脏 甚至头发里还藏着许多跳扫 和他那光鲜亮丽的外表完全不符 法医推断死者是一名流乱汉 然而根据波波勒的调查 三名受害者之间没有任何关联 波波勒来到护士家中寻找线索 但诡异的是 房间内到处都是人体画像 这时发现了一幅奇怪的画像 画中女人的姿势 像极了受害者的症状 而通过上面的签名 波波勒找到了当地著名的画家 面对警方的质问 画家说女人曾做过自己的模特 但也仅仅如此 其他的两人他根本不认识 就在波波勒一头污水时 法医这边有了重大发现 三名受害者居然都是 处于一氧化碳中毒 就连跳槽也是如此 只好立马断定 凶手是把受害者骗到家中 然后趁机给他们吃下安眠药 再换上衣服 用仪器摆出特定的姿势 固定在一个密封的空间内 最后往里面释放一氧化碳 等到身体完全降游后 再将受害者摆到大街上 可他这么做的目的又是什么 另一边公园里又出现了人体雕像 80岁的年轻夫妻 在公园里被人做成了人体雕像 根据波波勒调查 他们的死法与之前一模一样 随着越来越多的受害者遇难 市民全部陷入了恐慌 就在陈好焦头烂额时 突然接到了一通电话 第二名受害者居然和画家认识 面对波波勒的审问 画家依旧不为所动 并扬扬男人只不过是他的崇拜者 慕名来参加自己的酒会 至于他是怎么死的 自己真的不知道 波波勒再次拿出受害者的画像 看着画中的姿势 画家突然想起来 就在两个月前 有个男人也拿着几张素描画找到了他 希望得到他的认可 但作为顶尖的美术家 这种不入流的作品 画家看都没多看一眼 记得男人嘀咕着说 要去参加城市雕像大赛 来证明自己的才华 根据这条线索 波波勒立马锁定了嫌疑人 因为他的草图不能说有多像 简直就是一模一样 更可怕的是 他居然提交了六幅草图 这说明凶手还会作案 与此同时一个母亲前来报案 他的儿子放学后就消失不见了 波波勒根据提交信息的IP地址 直接锁定嫌疑人位置 很快在图书馆内成功逮捕了对方 等到波波勒赶到他家时 果然在地下室发现了男孩 男孩已经陷入了昏迷 他们立马关闭了释放毒气的开关 接着快速将男孩解救出来 好在通过一系列的抢救 男孩终于清醒了过来 审讯室的男人 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公认不讳 但他却没有丝毫悔改之心 因为在他看来自己怀才不遇 所有的人都看不起他 甚至嘲讽他的作品连垃圾都不如 从而导致了他的内心扭曲 想通过这种极端的方式 向世人证明自己的才华 其实在现实中又何尝不是这样 很多事情总是事与愿违 但他却忘了 世今次总会有发光的一天 唯有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脚踏实地的去努力奋斗 终究会有柳暗花明的一天 男孩对着雕像抛下一枚硬币 接着女神的断臂处 竟然流出了鲜血 女老师也吓懵了 很快啵啵勒赶到现场 他们小心翼翼的挪动雕像 突然脚底一花 雕像扑斥一下摔倒在地 结果警员发现 里面居然藏着一具尸体 蒙圈的众人有点蒙圈 根据清洁工的描述 昨晚7点他从许愿池捞钱的时候 这里根本没有雕像 波波勒将雕像带回来实验室 根据粗烈的检查 法医推断死者是个50岁的年轻女孩 由于双臂被砍 无法通过指纹确定身份 探员通过调查 发现他是红农区的工作人员 波波勒立马来到这里 小姐姐一眼就认出了死者 女人的名字叫做女人 在一家椰总会上班 与此同时 在女人的脚底发现了大量烫伤 判定应该是烟头所致 这说明女人在死前曾受过虐待 而另一边 又一具人体雕像出现了 游乐园的旋转木马 平宫出现了一具人体雕像 无论是做工还是外形 都和之前的雕像一模一样 受害者不仅被砍断手臂 脚底还同样有烫伤痕迹 但由于凶手破坏了摄像头 摄像头再次成为了摆设 波波勒连夜赶到了红灯区 现人一眼就认出了女人的身份 死者在一家KTV上班 为了了解更多的情况 他喊来了自己的闺蜜 谁知闺蜜得知女人遇害后 联盟问他是不是被掐死的 这是什么情况 原来女人有一个常客 每次喝多了就喜欢掐人脖子 波波勒立马询问对方的长相 闺蜜只记得对方是白种人 在一家建筑工地上班 而人体雕像外围成分 刚好是建筑石膏 随后抓捕了嫌疑人 他急忙解释道 自己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工 对于雕像是一窍不通 况且后背受伤了 就算想做坏事身体也不行 正当波波勒疑惑不解释 却收到一封匿名信 上面赫然写着两个大字 你们对于我的作品还满意吗 这时同时走进来 又一具雕像被发现了 这次的地点是一家动物园 经过法医检查 这名受害者与之前的如出一辙 他的身份也是红农区人员 通过资料发现 他们都是一位不称职的母亲 都虐待或抛弃过自己的孩子 而每次人体雕像摆放的地点 都是小孩爱去的地方 凶手的作案动机 很可能是童年遭受过母亲的虐待 这个50多岁的年轻女孩 如果她有孩子的话 经过数据库的对比 女人果然有一个儿子 年幼时常常受到虐待 结果被母亲用烟头烫伤脚底 波波勒瞬间恍然大悟 另一边嫌疑人正在约会 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 就在男人想将法医也做成人体雕像时 波波勒及时赶刀 眼看事情败露 男人拿出40米的小刀 挟持女法医作为人质 他愤怒地咆哮 你们根本无法理解我的心情 母亲本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 可那些女人居然虐待自己的孩子 殊不知会给孩子带来怎样的伤害 我将他们的双手砍掉 做成人体雕像 就是为了警醒世人 一定要善待自己的孩子 说完后她一把推开女法医 用极端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那么问题来了 你们觉得孩子的童年 跟母亲的关爱影响大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 感谢关注蛋蛋 下期见拜拜